早晨 昨天開始香港股市開展了一些港股本地籃籌的業績期 匯控的業績相當之不理想 不過對比起來看 恆新銀行的盈利增長相當之良麗 所以一減一加的情況之下 令恆新指數暫時都在19,400點的阻力 樓上企穩 正如昨天所講 我預期恆新指數上網可以去到2月1日高位19,770點左右 當然能否去到那個位置 都很視乎今日打後也有很多籃籌 包括地產股公佈業績 我自己看法 今天可以留意一下安達體育也是今日出業績 過往的業績也是增長比較亮麗的一部分 留意恆新指數支持位變成19,400點 向上網時19,770點多